核武战争的核心 高科技装备能不能在大规模战争中给人新的认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个小飞 这两天很多人的观众也又回到了核武战争上 因为乌军在赫尔松里发现了反击 围绕这次反击的效果以及对战队影响 很多媒体已经开始了讨论和分析了 不同的媒体观点是明显规律的 当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 检验过去自己的情报信息渠道是否可靠 也检验自己的分析思考能力是否在战争中不断提升 当然也是观众们检验媒体和自身的心态 比如说可以审查一下媒体本身是不是客观 也可以想想自己是不是曾经凭着情绪 选择性的去相信什么或者排斥什么 比如说马里乌波尔地下室有没有大鱼 如果有谁说没有大鱼 那是不是就不爱国了呢 其实简单说看别人打仗是一个学习战争的过程 是对自己的锻炼 其实应该说谁都做不到 什么都判断准确 但是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个过程 让自己变得成熟 远比让自己宣泄情绪更重要 毕竟战场远在天边 不是我们在中国嚷嚷半天 谁能赢谁就能赢的 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看战场 在过去几天中俄乌双方都宣布取得了巨大战果 乌克兰宣称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打击了俄军后勤保障所依赖的若干座桥梁 并且在某些地区推进距离号称到了6公里 夺取了一些居民点 在一些战线上获取并且稳固了桥头堡 俄罗斯方面一些媒体也承认 俄罗斯部队正在一些战线上组织后撤 但是俄军这边也宣称乌军的进攻不疼不痒 俄军宣布三天之内击毙了乌军2000多人 击伤超过6000人击毁坦克63辆 干掉的步兵战车有59辆 其他车辆有50多 还击落了乌军飞机4架 直升机3架 而俄军宣称自己只阵亡了117人 损失坦克9辆 那么双方的说法显示非常矛盾的 如果乌军伤亡真的是近万人 还损失这么多坦克装甲车辆 那就意味着单日伤亡超过2000了 恐怕战斗第一天乌军就会崩溃 我也不信乌军能够在这种损失水平下 还能冒着炮火持续进攻三天之久 所以双方公布的信息可能都有水分 我们还要继续等着瞧瞧 那么一些战场信息还说 乌军这次突击主要的力量 是在波兰接受新装备 并且接受训练的乌克兰部队抵达前线了 而在战线上长期对峙的双方部队 都是疲惫之失 所以乌克兰胜利军的出现 以比较充沛的兵力火力 改变了局部战场平衡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 乌克兰为了给这些部队完成训练 争取时间 临时征召部队去跟俄军拼消耗 所以有可能这个拼消耗到底值不值 就要见分晓了 如果那些新闻消息属实 至少可以说明 在局部战场上短时间内 乌军这种兵力火力的集中 是有可能取得一定优势的 但是要说这就是战争转折点 恐怕也为时过早 前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 欧洲国家给乌克兰提供了 一些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 乌军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渗透性的战术行动 给俄军带来不少压力 特别是海马斯火箭炮 对俄军后勤补给线的连续袭击 还有乌军特种作战 对俄军机场弹药库的破坏 起码对蒂尼伯和西岸的俄军 还有克里米亚的俄军进行了有效吸召 另外美国也帮助乌克兰 在米格29战斗机上用最简单的方式 整合了AGM-88反辐射导弹 这样乌克兰空军就可以连续打击 俄军防空火力 再加上欧洲国家提供的坦克装甲车辆 又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乌军的损失 所以这个账恐怕还要继续消耗下去了 那么现在的局面